過去我曾經還收到一個爆料 是有一個已婚的男性 而且是偶像 現在已經已婚有小孩了 當時就是因為工作的情況下 在某家飯店住宿 建設起義 為什麼 因為這個飯店人員 擋得特別的漂亮 結果就只有肢體上的接觸 強制的去做一些 比較違憲的動作 所以最後的結果 女生只剩下一條內褲而已 而從許潔輝 這個好人社好人夫 到佑盛生了兩個孩子 每天帶孩子去外面露營 然後營造一個非常暖男暖霸的形象 甚至黃指教材 剛剛生了一個這麼可愛的女兒 結果她過去有這麼多 不堪的這個性騷擾的紀錄 我想問一下小哥 演藝圈的MeToo風暴 我相信一定還沒有燒完 因為過去當狗仔那麼久 你有沒有掌握到 誰可能是下一個 會爆出來的衛爆彈 其實這個衛爆彈 其實非常非常多 但是會不會承認出來很難說 會不會自己承認出來很難說 但是從這張圖裡面 我們破壞一個治理名言 我們曾經以前講過的一句話是說 人帥身體好 人醜的嗎 性騷擾 所以你看這句話 這什麼意思 這也是帥的 這句話是不成立的 我跟大家講 沒有這回事情 哪怕是姓金的來今天這樣做 也是會被人家提告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身釋法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過去我曾經還收到一個爆料 是有一個已婚的男性 而且是偶像 偶像型的男性 重點他現在已經已婚有小孩了 他當時就是因為工作的情況下 在某家飯店住宿 那住宿的同時 他請了朋友一起來喝酒 只有兩位 他當時約了什麼 約了當時飯店的工作人員 建設企業 為什麼 因為這個飯店人員 擋得特別的漂亮 他剛好是我的好朋友 你認識他 他因為這一次MeToo的事件以後 他自己勇敢的出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認識他這麼久 他從來沒跟我講這件事情 他就跟我講說 他過去沒有跟你說過 他從來沒跟我講說 原來你認識這樣子的男性 他說他們認識就是那一回 就本來是在酒吧喝酒 在他們的飯店的酒吧喝酒 喝一喝呢 結果就留了電話 結果就上去 這個男性上去他樓上之後 他房間之後呢 搭給了這個服務員 這個服務員就下班 剛好就直接進去 進去的時候 酒和很熱之下 黃湯下度難免就是 口角上面會比較動作大了一點 結果就只有肢體上的接觸 沒想到最最後的結果呢 女生只剩下一條內褲而已 當時在酒店房間裡面有兩個人 一個是那個偶像男性 一個是那個偶像男性的朋友 另外一個就是受害者的女孩 當時那個女孩是因為 酒後其實已經有點氣氛醉了 但是因為在他們處置之下 會強制的去做一些 比較違憲的動作 其實已經過了性騷擾的一個門檻 就是做了這種猥褻的動作 甚至觸碰到那個地方 已經是很超過了啦 對 等到要脫那個 那個最後的一個 一個房 內褲的時候 內褲的時候 對 這麼直接啊 對 就直接 他就整個驚醒 他就直接奮而拒絕 那因為這個拒絕呢 他才逃出這個魔掌 對 那這個男性等於就是說 他是出販嗎 還說他其實過去就有很多 不良的例子 這個男性呢 近期有上過新聞媒體 後來他過去有不良的例子 有 尤其是在酒後的時候 常常不為人質的事情 就被人家翻出來 其實認識他的人 圈內的人都知道他是誰 對 演藝圈MeToo事件啊 驚爆了核彈級的爆料 那就是主持人黃紫嬌 黃紫嬌呢 昨天招的女王有爆料性騷擾 他自己出面認了 臉書上面發出了三段影片道歉 但是呢 他再揭露一連串毀滅式的演藝圈醜聞 不惜玉石俱焚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他有更多不堪的過去 他覺得沒有辦法面對呢 過去十幾年前 他曾經因為劈腿增寶儀 演藝事業跌落谷底好不容易爬起來 這一回有辦法在谷底翻身嗎 我們今天請到的葛思琦聊現場 我覺得應該難度很高 因為據傳你在六月初就接貨到了 有人針對黃紫嬌要爆料 對 當時接到這個爆料的時候 剛好正起是那個朱玄恒的事件 我們正在繞得飛飛騰騰騰的時候 他突然在講說這黃信的主持人 他是在你臉書傳私訊給你嗎 對 他私下的私訊給我 告訴我說黃信的主持人 那當時我的很敏感 因為我看到第二段的時候 有一句話叫做戀童癖 我第一個想到說會不會就是他 因為其實在十年前 大概2011年的時候 我曾經就已經有收購到 黃紫嬌的爆料 也都是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才石沉大海 一直到了六月初的時候 這名網友他直接立民告訴我說 他當時是被黃紫嬌 也是因為一個雜誌的拍攝 他來甄選 所以要試鏡 那一試鏡的時候面試的時候 他給他三套衣服 但他最套一套衣服的時候 他是告訴他說這個東西 這竟有主考官就只有 黃紫嬌一個人嗎 當時他沒有特別的敘述這個事情 但是依稀應該是這個樣子 只有他一個人 因為他當時是有做拍攝的動作 他當時就說他有第三套 他不敢穿是因為第三套必須要脫光 為什麼要脫光呢 他看他身上有沒有傷痕 有沒有任何的傷疤 但是因為這些總統的爆料 跟過去潛力 我所做到的爆料是很雷同的 對 套路好像都一樣 對 套路好像都一樣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 這可信度非常非常高 對 所以這個女孩子 他也自己就講說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在他 15歲的時候 根本還是個魏晨蓮你知道嗎 搞國中生吧 對啊 還是個魏晨蓮 但是因為懵懵懂懂 但是因為電視的形象 真的太好了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主持人 會覺得說非常的信任 而且他是一個大前輩 如果我跟著他 勢必以後可以放陽光大 對 所以他當時也沒有任何的 懷疑的傾向 於是就照做了 他真的脫了 就照做了以後 結果更近接觸就是說 接下來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是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許是坦白說 他應該就告訴我說 他的是身體上的接觸 可能更超過的行為 對 但是有沒有到性侵 他並沒有名將 但是他有講一句話是說 他在他極力反抗之下 並沒有發生後續 那這個意思其實很簡單的 很有可能就是 一個性騷擾的事情 衍生了為性侵的案件 好 那其實為什麼 黃子江 這個一連串的爆料 因為他昨天的行為 根本是他跟他過去的人設 是南遠北側 他就是不惜是露出 他的禿頭的正面目 然後喝醉酒 語無倫次 甚至把一些一干人冷 全部都給拖下水 他的核彈級爆料 是不是為了防止更多的爆料 還是說 因為他認為他這一次 可能跌落谷底 再也爬不起來 我們從過去的時間走看來 你覺得他發生這些性騷擾 可能會再哪幾個階段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就是說黃子江過去 怎麼出來的 在1988年的時候 他是因為參加電視台的衛冕 就是比賽衛冕出場 然後再出道 1994年的時候 22歲參加了綜藝節目的主持人 他很年輕 22歲就已經在主持了 那當時在1998年的時候 就曾經第一次 遭控擔任主考官 要求參戰女 脫衣服 當時那個女孩子才16歲 就從頭到尾 你看這個事情到現在 都是發生在20歲之內的事情 對 而且小狗 我看你跟這個網友的回話 你有一句話講說 我知道他戀童癖 對 為什麼做這個戀童癖呢 其實這個早在2011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這個事情 2011年的時候 黃子江曾經扮演起什麼 怎麼叫做呢 經紀人 但這個團體 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紅起來 他們是什麼團體 叫做小支的 小支的 對 你看 每一個都像是非常年輕貌美的 一個小女孩 像小孩子的身材 我告訴你喔 都還沒有成年 當時還沒成年 對 等於算是中度的同心出道 他就偏偏愛喜歡這種類型的 對 當時我就非常好奇 我就當時就是單獨的專訪他 因為那時候我是文字記者 對 我就曾經專訪過王子嬌 他那時候告訴我說 他對於這樣的女孩子呢 他覺得非常的青春可愛 皮膚非常非常的好 他希望把這種感覺 就讓大家有這樣子的 就是年輕的感覺 給大家傳送下去這樣子 那當時他在跟我講 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表情 跟他的行為上面 跟他平常在彩上讀太一樣 我那個時候的直覺 我那時候的直覺 就覺得有念頭 所以他當時在 回到我這個時候 我第一句話跟他講說 我知道他有念頭皮 因為過去所交往的一些 對象也大概都是 落差在20歲 17歲左右 對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下去 在2000年跟2001年的時候 他連續得了金鐘獎最佳 綜藝節目的主持人獎 當然在2011年就爆出 一度有兩年 玉腿曾寶儀 對 就跟曾寶儀 爆出了這個不倫戀 就是就找不到工作這樣子 到了2008年呢 就被這個女王有A指控強吻 就17歲女孩指控 但208年大家別忘記 是什麼事情 20108年的時候 剛好是我拍到 他跟夏雨童的時候 夏雨童 對不起 夏雨童 夏雨童的時候 大家繼續往下看了 沒有停落 到2011年的時候 還逼了一個女網友 指控到他家的性騷擾 這個女網友的指控 就跟我10年前 在2011年所收到的消息 只差了一年 所以你覺得 可能是同一個人 很有可能同一個人 因為當時敘述的情況是說 他能很明白地指出 黃子教的助教在哪裡 對 他進去的時候 被要求幹嘛 換上蘿莉塔的服裝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聽到蘿莉塔 那個時候我依稀知道說 他當時有叫換服裝 對 因為他想要幫他做拍攝的動作 留念 沒想到遭受到這樣子的 上下其手 好